我要分享一位日本的教授 他帮助台湾的开发 他的名字很少在媒体上出现 但是他对台湾的贡献 到现在依然可以看见 他的日本的名字叫做 阿拉西雅沙士 阿拉西雅沙士 是个非常有名的老师 在当时给台湾带来重要的贡献 中文的名字叫做竹丽人 阿拉西雅沙士 生于1897年 以日本北海道的杂皇 他的父亲竹丽人太郎 是杂皇农校第二期的学生 杂皇农校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学生 在学校创立的开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日本早期的基督徒 因为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学生 全部信主受洗 初期杂皇农校的毕业生 大多是基督徒 他的父亲是学农艺的 毕业以后前往北海道开墾 尤其是父亲喜欢在寒带的灵探土 种植耐寒性的燕麦跟牧草 当时的父亲以鼓励自耕农前往 成为北海道厅的 殖民的事业 而带来北海道人口的增加 竹丽人后来写道 我从小听到父亲的叮咛 北海道如果没有 自供自己的粮食 生活的所需 全部依靠外来的 外界的供给 那北海道的财政将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自耕农的扶持 才是农死生产的中间 才是可以帮助粮食的生产 而让北海道能够维持有足够的粮食 要有足够的粮食 才能够维持北海道的开发 以物价的稳定 当时在日本要成为基督徒 必须要放弃自家守护的神宅 并且敢于过去 日本世袭的崇拜是不相同的 他的父亲写说道 这要有勇敢与冒险泛滥的精神 才能够在整个传统之下 依靠上帝 而走出一条为北海道 可以服侍上帝的路 竹利人也从小看到父亲 在开垦荒地的努力 竹利人写道 开垦荒地的关键是在生根土壤 在灌溉土壤 在排水工程 还要要撕回 还要要刻土 把别的地方好的土壤 移到贫瘠的地方 这些都是辛苦的工作 却是踏实跟稳健 虽然父亲所去的地方 是很少人前来 但是荒地的开垦 却给人一种 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 1917年 竹利人进入北海道 东北帝国大学 农艺化学系 1921年 他毕业以后 留在学校担任助教 并且负责指导农民 种植演绎主物 尤其是商术 竹利人的工作 是要发展北海道的蚕食业 为此 竹利人经常阅读国外的资料 并且以前来北海道的宣教士 常常的交谈 并且跟海外的商人交谈 期待给北海道 带来新的蚕食业 他写道 开脱荒地不是以荒地来制限 而是需要国际性的视野 引进新技术的引进 引进新技术 以机器 否则荒地的产量很少 产值很低 令人沮丧 若不是为了学习 若不是为了不断的学习 我就不容易在这个荒地的开垦上 坚持下去 不久 竹利人申请到美国留学 留学以后 他又到欧洲视察 他的求知 他的理想 以做事的踏实 获得当时日本农林省山林局的局长 叫做林木冠太郎的欣赏 林木冠太郎 成为后来日本非常重要的政治家 他深深地欣赏这位小伙子 愿意在北海道的皇帝开垦 并且愿意到欧洲到美国去学习各样的新技术 引进北海道 能够训练北海道的自耕荣 自力更生 因此 农林省山林局的局长 林木冠太郎 就把他的女儿 林木密子 嫁给了竹利人 1927年 台北帝国大学 就是后来的台湾大学 即将要成立 台湾非常需要有一个指导 开花台湾荒地的专家 当时台湾的河滩 有许多的石垃地 是荒芜之地 经常堆滞垃圾 很多的杂草在那边生长 成为萧小以犯罪分子常立的所在 自然非常的不好 必须要开拓台湾的河滨地 开拓台湾的沙滩地 才能够使作物可以有更多的生长 可以提供农民获利的机会 并且可以吸引大批的农民 前来住在河边 然后以政府的税收 来修造河滴 改善河滨的环境 并且增加粮食 改善治安 当时日本总督府 向日本 来寻求一位 最佳开拓台湾荒地的专家 当时获得最高的推荐 就是朱利仁 1928年 朱利仁跟他的妻子前来 成为台北帝国大学最早期 也是第一批的新老师 他担任朱教授 他首先在台湾大学 或是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 开了第一间的 非常重要的实验室 叫做土壤 维生物教室 与实验室 他以土壤维生物 来改善台湾 河滨皇帝的生产力 只有特殊的人才 才能做突破性的贡献 以下朱利仁所做的事情 现在已经很少人被提起来 但是你触目可见 朱利仁的贡献 留在台湾的大地 1929年 朱利仁首先把杨明山 黑色的酸性土 作为士林里苗圃 花圃 花木的栽培土 已经我们容然知道 北台湾最好的栽培土 是来自杨明山的黑色酸性土 排水良好 非常的回沃 后来使得士林 成为北台湾重要苗圃的生产地 1930年 他把台北市的年枝土 移种到淡水河畔 以沙子土混合在一起 他开花的新北市的五谷 开花的新北市的二重 开花的新北市的新庄 成为北台湾非常重要的蔬菜种植期 现在在五谷 在二重 在新庄 已经不容易看见 朱利仁所留下的起初的贡献 但是在1930年的时候 朱利仁其实是对于 五谷二重新庄开花 成为一个重要的蔬菜区 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如今如果我们走过五谷 走过二重 荣然可以看到灵芯的土地 在种植蔬菜 他又把廉址的土地 移种到新殿西 与大汉西的交汇处 开花了两个非常有名的城镇 叫做中和跟永和 他认为中和跟永和 非常临近淡水河的区域 如果能够把土壤加以改良 就成为供应台北市跟台北县 或是新北市水稻的 羊石的提供处 1931年 当时他开始去改善 羊煤中立凭振的酸性土壤 他把石灰石跟有机灵灰 混在一起 来改善当地的茶叶 他使得羊煤中立 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茶叶的生产区 他使得凭振成为 非常重要水稻鱼头 跟果树的生产区 1934年 台湾有另外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在台南 台南的北门加里 跟斜甲附近 他们发现 虽然有很多的蔗田 但所种出来的甘蔗 是不甜的 很多的农民 到台北帝国大学 说这怎么办呢 我们花很多时间 去种植滨海地的甘蔗田 种出来的甘蔗 切是不甜 竹丽人 他想出一个方法 他用斧子土 去跟在地的沙子土 混合以后 并且他用黏土 来填射在地过多的沙土 过多的岩石的孔隙 结果种出来的斜甲 跟台南的沿海 北门加里一带 成为非常有名甘蔗的生产区 这个初步的成功 带来花莲跟台东的发展 早期的花莲台东 在高平溪的附近 其实很多的 都是属于沙滩地 无法种植什么东西 竹丽人开始用这种刻土的技术 把美好的有机斧子土 混在沙滩地的石热地 而使得花莲跟台东的河滩沙热地 可以种出美好的甘蔗 跟美好的水稻 我们今天在花莲台东 有多少美好生产的水稻的生产期 我们的护理 我们的池上 我们的观山 很多的石头沙滩地 是无法生产的 但是竹丽人用斧子土去刻土 产生了台东跟花莲 理想的良子民 影响直到现在 他鼓励在地的农民 不要低估黏土的重要性 在石热地 如果你能够添加一部分的黏土 等于是给土壤撕毁 台湾当时有很多的荒芜不毛之地 是因着竹丽人亲自去指导以帮助 才能够吸引农民前来社村 前来种植 前来有新的粮食的产生 竹丽人也要建议 要落实农业的技术到民间 不是依靠政府跟大地主的关系 而是辅导在地的自工农 所以要提供低税率 给自工农购买土地 他提到台湾小农的重要 台湾的农业的生产 必须重视小农 他说时代进步很快 经常是产生过激的理论 导致于社会的动荡 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小农 可以增加农村的稳静 提高农会的阶层 可以让小农有投票钱 以避免大地主 拥有过多最好的土地 他这个建议 赐出台湾的总督府 在1937年颁布了台湾的农会令 提升农会的组织 并且让小农有投票钱 足利人带来台湾许多的小农 开花和平的黄土地 工作完成 总督府就以几地价的价格 把这个土地卖给小农 这使得台湾的河川地 有个很大的特色 即使在河川的行水区里面 农民依然拥有土地的所有钱 后来因着都市的开花到河边 许多早期在日治时期 所有拥有河川地的小农民的后代 成为非常富有的富翁 足利人是台北帝国大学 学生圣经研究会的辅导老师 他是最早台北帝国大学 基督徒团契的最早的辅导 这个团契是台湾最早的 基督徒学生团契 他鼓励学生生命的成长 像是土地的开花 开始生产不多 即使过了数年 可能也看不出什么成果 但是长期在上帝所给予的研制 我们如果生根下去 就一定会有成果 1943年 足利人写道 土壤原本是矿物 矿物不能够直接供给植物生长 但是经过矿物的粉碎 矿物的破碎 成为粉粒 就成为营养的来源 我最喜欢照顾这个字 K-A-R-E 这代表照顾不只是满足意识的需要 而是长期的关怀 我们不能够只有渴望历史的结果 而不知长期关怀的重要 所以要有好的土壤 就要有好的植物 而好的土壤是长期的耕耘而产生的 甚至用几百年几千年 长期的去耕耘 因此 我们成为一个人格者 不是人为的产生 而是连结在上帝古老的耕耘上 1944年 足利人到京都出差 他带着妻子到东京 看望他的业护 林木冠太郎 担任着区密处的议长 以皇室的示威长 他的业护告诉他 日本即将战败 海津已经没有能力保护你们 回到台湾 所以建议他们暂时留在东京 1944年的实业 蒙京的飞机轰炸台湾 一次又一次的前来 台北除了高射炮的部队 零星的缓击之外 已经失去的黄空 也失去的滞空前 足利人的孩子 十多岁的足利元宴 以他的女儿足利养子 还住在台北 台北地大学生圣经研究会的老师 跟学生就来帮助这两个 非常幼龄的小孩 1945年的5月31号 台北大空喜 当天台北市死了三千多人 数万人受伤 许多的建筑物都破坏 而足利人的房子竟然安好 后来这栋昭和丁462番的房子 成为现在台北市非常著名的清田七六 日本投降之后 足利人才接孩子回到东京 1953年 足利人担任大阪府内大学的教授 1964年 这个大学关门 那是东京著名的基督教大学 益川大学在那一年设立农艺化学系 请足利人前来担任创系的系主任 益川大学是日本第一所推出 前人教育的大学 益川教育是所有学科教育的基础 是以认识上帝为重心 主力人开花最后的荒芙地 不是河滩地 不是贫瘠的荒芙地 而是许多许多学生的新田 亲爱的主耶稣 只有你知道 人才的培育是经过多年的培育 像足利人老师所说的 最佳人才的培育 是连接在上帝的培育上 我们经过很多的困难 我们经过很多的失望 我们经过很多爬不起来的机会 主要一起在别人看起来 我们不过是个荒芜的土地 或者是曾经成为丰富的土地 或者因为遭受到打击 成为一个荒芜不毛之地 再也没办法有任何的美好的生产 但主耶稣 我真的是经过台湾的这些地方 看到这些美好的地方 都是过去有人在那边经营 有人在那边默默的埋下 他的功劳 他的辛劳在这个地方 主耶稣在你的眼中 没有一块土地是荒芜的 大自然不留白 上帝恩典的土地上 永远有上帝的恩典 当我在读朱利人 Masashi Professor 他的贡献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的纪念 台湾第一批基督徒的辅导老师 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 台湾多少荒芜土地的开放者 因着有他 我们今天能够过着风衣足死的生活 因着有他 台湾有好的小农制度 因着有他 可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在上帝的眼中 没有荒芜的土地 主要求祢帮助我 求祢帮助我 喜多的学生 求祢帮助喜多的孩子 无论世人怎么看 他在上帝的眼中 永远是良田 永远不是荒芜的土地 即使我在困难中 我仍然求主 让我可以振作起来 而不会轮成荒芜的土地 我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